一發又一發猛烈炮擊 乌克蘭邊防部隊用克羅埃西亞提供的多管火箭炮 正要展開反攻行動 乌軍一輛輛裝甲車也被募集 正在通往乌東城鎮查西夫雅爾 預計是要為巴赫姆特的反攻增添更多兵力 居民看了也感到振奮 不止乌東 俄羅斯南部距離乌克蘭只有180公里的邊際城市沃羅涅日 也遭到一架無人機襲擊 一棟住宅大樓受損 導致三人受傷 機府方面則沒有對此作書回應 只不過俄國境內不斷被攻擊 俄羅斯國防部堅稱他們擊退乌軍的每一波攻擊 俄方也表示他們在戰況最激烈的烏南 札波羅熱擊退了乌軍的兩次襲擊 這時俄國總統普欣承認烏克蘭確實已經展開反攻 不過普欣也指出 烏軍在任何一個戰場上沒有達成他們的目標 也歸功於俄軍的英勇 但他也坦承他的軍隊還是有所欠缺 然而普欣也保證 俄國的軍務產業正在加緊腳步 9號他甚至再度跟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神科 相見歡共進早餐 並且明暑指出最快7月 他會在白俄地區部署部分戰術合武 TVBS新聞眾不懂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